一般来说故事第一集免不了 不小心遇到 就像我们之间见面的那一段 是有点老吵 男女主角从不来电 直到被填掉 编剧写到不睡觉 接着你我会演到 热恋火催伤 向来向去都晒不到 的确太妙妙妙 原本的签套 找找找 把我们偷牢 如果不拥抱 啊 观众无聊 时时刻问我 将手势调告 要 要 要 时时我却找找找找找 新鲜的法宝 每一个桥段有观众就好 幸福的预长下周会揭晓 新鲜的法宝 爱着爱不要找 没什么大不了 只有你能微笑 没什么要烦恼 来Eason 我们看这里 很好 很好 好 笑一点点 好的 很好 好的 右肩 右肩 好的 再来一张 放松 放松 好的 我们休息一下 化妆 来补一下妆 这边 来 先披着 谢谢 要喝点水吗 好啊 那个就是电视上那个方蟒啊 你们看 Eason 你不认识Eason啊 我跟你说我超迷他的 本来以为你认识 还可以介绍我们两个认识他 还可以跟他拍的照的 谁跟你说我跟他不认识 我跟他可熟了 你的头发 过来他应该去修一下 对啊 有点强 燕姐 燕姐 这么巧 跟你个朋友来这边聊天 没想到你在这边拍照 没打扰你吧 不会 正好 我这几个朋友啊 是你忠实的细名医生 对对对对 想跟你拍照 当然可以啊 来 三 三 二 快来 快来 谢谢 燕姐 你待会有空吗 可以跟你聊聊吗 燕姐 回来了 累了吧 啊 休息一下 我给你送饭去 啊 哎 要不 我陪你去吃死吧 嗯 你怎么没问我 我昨晚去哪儿 哦 你不是跟宝康在一起吗 你知道 哦 他打电话跟我说了 我一想你跟他在一起 我还担心什么呀 嗯 那你知道 啊 怎么 哎 他跟我保证会好好待你 你看他多贴心呀 对你又好又尊重我这个妈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所以 昨天晚上 是你默许的 佩妮 你听妈说 我觉得宝康才是适合你的 长期交往的对象 你不找一个长期饭票 你想搁来归宿怎么办 长期饭票 长期饭票 我们的生活过得又不是不好 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个男人来靠呢 你有尊重过我的想法吗 那你尊重过我的想法吗 啊 我什么事不是为你长想 又能让你这么大声地跟我说话吗 是的 好 我承认 宝康的事情是我默许的 可是 如果你们是以结婚为目的交往 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跟我来 好 或许 有你这样的一个妈妈 对一个听话的女儿来说 是幸福的事 是啊佩妮 你说妈妈做哪件事情不是为你好 妈妈希望你幸福啊 但幸福这两个字 我想自己去定义 妈 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听话的女儿 什么意思啊你 有 我的人生不需要你去插手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 跟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好 你 你是要赶我走是吗 啊 我 不 是我走 我 这房子留给你 你每个月的开箱 我也都会负担 这样够清楚了吧 我 我 其实那天燕姐答应过帮我 我很开心就约了明明老师 当天我跟她来了摄影棚之后 去忍忍的回忆我 甚至还对我说了更沉重的话 你知道吗 明明是个很好的女生 但是恋爱一直不是很顺的 我想她心里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不定你现在生神如日中天 跟你交往 可是要有相当的人情 还有过人的感量 我知道啊 可是你又不想放弃 你确定 我当然确定了 我一开始也跟您说过 虽然我一开始接触明明老师 我居心不了 我现在理应接触她的拒绝 可是我现在无论如何 花多少力气 我都想要把她追回来 行 说着你这句话 可以了 在我心里 天长地久 是缘分 当下的真情实义 才是最重要的 除了你现在这么浮夸 还肯放下身段追求能力 我够感动 你放心 我会继续碰面 真的 总之呢 你先找个安全的约会地点 剩下本全交给我们吧 可是燕姐 你不是已经把我说过好话了 那你还要打算怎么帮我 我觉得那点是本事啊 我写了剧本这么多年 恋爱的低上桥段 我可是永远不决 最近你有什么公开的宣传活动 公开宣传活动 你是说电视通告还是电台通告 我晚上刚好有一个电台通告 好 我们就利用立的通告吧 我不懂你的意思 利用 怎么利用 不行 我会一步一步慢慢教你的 不能增加演员预算 可方某跟佳明都不对啊 不懂 如果我把其中一个鞋死 那酒不上 要关到后面闪闪 公公是第一滴的远去 家明又在公园上 哎呀 烦死了 你又收起来了 师傅 对啊 我肚子饿要去买都没吃 我肚子饿要去买都没吃 pies 行吗 写不出来呀 想来想去 想不迷惟 就是很麻烦 不过呢 这个时候呢 就想万能洗咬一碗 吃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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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 哇 师傅 你这身头太好了 我只是揭发献佛 这汤是Eason 拜托我带回来给你喝的 Eason 对啊 怎么会 我在饭店遇到了Eason 他跟我说 你赶搞很累 想帮你做点什么 又怕打扰你 所以就买了锅汤 叫我带回来给你喝 快 趁热喝 你看 他让我带汤给你喝 你又饿了 能把事情安排得这么巧 只有老天爷吧 什么啊 心有灵犀 是恋人之间的一种默契 你想要 他又正好奉上 这不是原文是什么 你就别让幸福从身边溜走了 明明呀 现在这种来人 不多了 珍惜你 体贴你 还照顾你的胃 你可要好好珍惜 师傅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我现在只想顾会我原本 安安静静的生活 你原本的生活 师傅我看着都觉得无聊 你跟Eason在一起有什么不好的 你们很般配 又默契十足的 你看哪 连年龄都不是问题的 师傅 这是我的人生 不是偶像剧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连我都讨厌那个时候的自己 我现在只想好好地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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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努力很辛苦吧 明明 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不辛苦的人生 你让爱着你 惦着你 惦着你 就要勇敢一点吧 你吃 是 我们现在就在去电台的路上 好好好 我知道 我会让Eason在节目中宣传新戏的 您放心 好啊 您先开会 辛苦了 好的 拜拜 拜拜 左姐吗 嗯 她说虽然离戏上当还有一段时间 不过 一定要把握每个宣传的机会 妈咪啊 待会上电台的时候 我可以弹唱那首 还没发表过的新歌吗 当然好啊 反正那首歌也是新戏的主题曲 趁机宣传挺好的 燕姐 一切照计划进行 我快到电台了 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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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明明 我知道您之前 是有一些误会 但案情哪有完美的 没有苦 能尝出甜的滋味吗 我不希望您以后 想起这段感情 心里只剩下遗憾 遗憾 你还记得 当初我带你入航时 就是那个高高瘦瘦的 阿涛吗 就是那个 大家都觉得 她个性很忧郁 可是 好像跟你们配的 那个涛哥 说起来都不好意思 都是过气的事了 那个时候 我为了专心学本 闭关两个月 她常到我家附近 想约我吃饭 或送东西给我 我都没有答应 因为我不想专心工作 难怪有时候 在剧组会找不到她 她会消失一阵子 那后来呢 你们怎么样了 后来 我的机关写完了 她也辞职了 过了不久 她寄给我一封信 写上一个字都没有 只有一堆发票 全是一人的餐点 每张发票都是 那些餐点 全是我家附近的餐厅 我就在想啊 她只是想跟我单独地好好吃顿饭 可是我连这个机会都没有给她 我只是想把工作做好 我知道她在我家附近 可是我连下楼买包方面面都没有 也没有去做个不弃而喻 她的离开是正确的 因为我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有 师父 明明啊 我知道你现在正位 剧情走向而烦恼着 你放心 师父先帮你挡着 让我来想想 该怎么办 你呢 就好好地工作 好好地恋爱 别让幸福的机会溜跑了 明明 诚实地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你还爱她吗 我该走了 我该走了 师父 你开收音机做什么 你不觉得太闷了吗 听听音乐 有时可以让你离心分乱的思绪 我走了 我说的话 你要好好地想想啊 该说我都说了 汤我也送到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节目为各位邀请了一位相当特别的来宾 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 HE的Eason即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 Zither Harp 没错 我在心跳 没错 爱在燃烧 好想伸手把你拥抱 视线那么渺小 我们往哪里找 故事已决定好 谁是谁的主角 Eason 我能说的我都说了 还把成年我失恋的故事 拿出来讲吗 应该有打动它吧 剩下的就靠你自己的努力了 谢谢 还有一件事 不停谁的炫耀 更多情报 你们最需要的只有两个字 就是安心 你加油吧 好 Eason 被我们开决陪 Eason 可以进去了 好 加油啊 你能幸福的机会 在爱情的面前 你我都太卑微 爱上了谁敢问 好 很高兴今天Eason 在百忙之中抽空来上我们的节目 我相信大家都 非常的开心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Eason 哈啰 大家好 哈啰 小萱 你好 今天我也很开心上这个节目 是 Eason最近行程相当的满了 那最近在忙什么呢 最近我在拍摄 玫瑰振放季节的Part 2 那相信这部戏呢 应该很快就可以跟大家见面 大家你知道吗 其实在来的过程之中啊 就是 我们制作人来说 Eason 你上电台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盆没一下 我们这部戏 哈啰 制作人 你有在听吗 好 我相信制片人 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都已经感受到了 那其实我手上 已经拿到了 这一次的故事简介 这出戏呢 大家都相当的期待 那老实说呢 我本身也是玫瑰振放的季节 最忠实的观众 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 非常非常的期待 芳蒙还有玫瑰接下来的故事 所以收视率一定会 再创新高的 我也希望啊 因为这部戏 对我来说的意义 非常不一样 这样讲可能有点冒犯 希望你不要介意 其实 你是因为这出戏 才在受到观众的注意 对吧 呃 是没错啊 但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在这部戏呢 也让我遇到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幸福的爱情 不会吧Eason Eason你在搞什么 你要解我们今天的节目 来公开你的感情世界吗 嗯 在回答你感情问题之前呢 嗯 你可以唱你什么歌吧 唱歌啊 好啊 我看你带吉他过来了 是打算自弹自唱吗 没有啊 欢迎啊 想不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这么的有耳术 我知道你也在听 这首歌从来没有发表过 我把它送给你 世界上独一窝的感情 世界上独一窝的感情 没错 我在心跳 没错 我在心跳 没错 好想伸手把你拥抱 把你拥抱 世界那么渺小 我们往哪里逃 故事已决定好 谁是谁的独角 像,, 你的傻角 看着你的微笑 只愿为你伸魂颠倒 不怕别人围教 不听谁的炫耀 躲进我的怀抱 当中一切同胞 刚好 但这张鞋让我送了你见面 你要变成我的帮忙啊 既然丢不掉 那我们就搭成时光机回到过去 把那些烂回忆全部洗掉 冲到心里回忆 那怎么都在我在想什么呢 因为心意相通啊 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好感人啊 谢谢 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 好 那么歌听完了 其实听众朋友最在意的 还是你的感情世界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一开始呢 我是因为一条一片神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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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相知夏丽 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没有想要会有这样的女孩子 守护着 这么温暖的汪明明 我才舍不得放开 这是你说的 你可千万别后悔 可是没有想到一切顺遂之后 却因为有一场误会 我们抵不过命运的挑战就分手 我们抵不过命运的挑战就分手 甚至还有警力出现阻挡我们 是为你之前的你 你听见了吗 为什么你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 那不论我们的过去 我们以前所做的事情都不算什么吗 等一下等一下 你刚刚说的 是玫瑰绽放的季节的剧情对吧 还讲到什么情敌出现 女孩其实是第二次的预告对吧 这可是你说的 高招 这个宣传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知不知道 你把我们大家都 吓了好大的一跳 所以原来你刚才是用 放忙的身份在说话对吧 那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呢 刚才那首歌曲 也是玫瑰绽放的季节 最新的主题曲对吧 没错 你猜对了 这首歌曲的人就是我 为玫瑰绽放季节 续集写的新歌 真是的 本来还以为今天 挖到一个独家大八卦呢 好了 我相信制片人 对你今天的宣传效果 应当是相当了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等一会儿再好好地 跟Eason还有方萌 尽情地聊聊咯 谢谢 对 那个爱情还有完美吗 没有 能尝出甜的思维吗 我不希望你以后想起这段感情 心里只受下遗憾 明明 尝尝地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你还爱他吗 说明之前的你 你听见了吗 为什么你不愿意再给我第二次集会 要不然我们的过去 我们以前所做的事情 那不算什么吗 喂 嗨 是我 你刚刚有听到我上电台的节目 有 其实刚刚主持人都说错了 什么 刚刚那首歌 不是写给方宏跟玫瑰的 是写给Eason跟玫瑰的 我那些话 都是对你说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刚没有办法马上纠正她是因为 你也知道 我在电台节目上 我顾虑到很多所以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 我都知道 那 你愿意原谅我吗 你不离我 还是有点 尴尬吗 你不应该在哪里 我看不见你啊 我应该在哪里 你不应该在哪里 何复复 什么 明天吧 明天我们一起吃饭 你愿意跟我见面 师傅的话很有用 不让我 要认清心里的感觉 你我自己 和我们一次机会 怎么会你不说话呢 我真的太开心了 我们是在做梦吧 你愿意跟我约会 谢谢整个有一次机会 我不会再搞啥了 明明 那我想好 要去来示范再告诉你好不好 谢谢你 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心 真的很开心 明天见面的呢 好 好 也许 这就是我心里面的声音 我 我不得不承认 他也是我忘不了的那个人 我们真的有机会 再重新开始 怎么只有水果 你变胖了 点心只能吃这个 哦 而且我要处罚你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敢笑 你刚才在里面讲什么 吓死我了 搞半天原来是宣传新戏呀 哎哟 哟 没开眼笑心花怒放的 啊 但你怎么回事啊 被你看出来了 嗯 我现在心情啊 就像过圣诞节一样 叮叮当叮叮当 好了正经一点 我要跟你谈正经事 明天呢 有一个艺人的居家专栏 要去家里采访拍照 我已经请阿姨把家里打扫过了 那个版面应该不小 那明天通告 可不要超过一点啊 嗯 怎么了 因为我一点过后 要去谈恋爱 谈恋爱 谈 谈恋爱 跟谁啊你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现在不能谈恋爱 你知道吗 西要上档 唱片要签约 你现在到底又喜欢上谁了 哎 是谁在大声嚷嚷啊 我一直以来喜欢的那位 就是你认识的那位啊 你说 明明白白你的心的那位 明明老师 没错 就是明明中 我们要注定在一起的那位 明明老师 真的啊 嗯 刚刚在广播里 我说的每句话他都听到了 他答应要跟我约会了 太棒了 太棒了 但是明天约会的时候 可能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协助我 我吗 嗯 那有什么问题 我 我最爱做这出事了 我怎么那么兴奋 你试过 这去哪里买的啊 是我带来的 这么厉害 当然了 说实在的呢 我实在不太懂什么风格问题 家里很多小摆设都很随性 最主要是以舒服为主 家不就是这种感觉吗 请 房子看起来的确挺有单身男子的风格 感觉起来是没有女主人 听说佩妮也住在这一区啊 当然 不止佩妮 许多大明星都住在附近 地点好吗 我该问的你能答的应该也差不多了 看来我今天的代班访问不是很成功啊 怎么说呢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但是显然你还是很防备 每一个回答都很标准 应该说我就是个标准的人了 不管怎么样今天还是谢谢你 不耽误你下午的行程了 一会儿该哪个通告啊 我一会儿没通告 怎么了 该不会想做贴身专访吧 我这个人很识相的了 如果专访需要补什么 我再跟穷枝姐联络 谢谢啊 我送你 来 好啦 踏出来看看 我会在饭店的拉笔接你上去 注意变装 变装 快快快快 求求妈咪 来来来来 走 求求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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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妈咪在那儿 不是残地了 已经在那儿 在那儿 去 我给你上去了 现在让我出来吧 哎呀 让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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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 你这样绝对没有人认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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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先进来 来 那就这样 好 伊森真的很幸运 伊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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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快樂 Eason 哈哈 驚喜 你幹嘛弄成這樣啊 如果我辦成這樣子啊 從地下室停車場坐電梨上來 男家以為我會再來參加變裝派對 就不會認出我了 是認不出來啦 但現在不是聖誕節 你辦聖誕老人不會太早啊 因為你答應要跟我吃飯之後 我的心情就像過聖誕節一樣 充滿的開心 期待 還滿滿的幸福 謝謝 謝謝你原諒我 其實我有仔細想過幾件事情 這也許不是你的錯 是我太膽小 太沒有安全感 也太沒有信心 沒關係啊 這些我都有 也許多的是啊 那我們去那邊用場啊 好 等一下還有香檳喔 你哪來的靈感 怎麼會想到穿這一身衣服啊 因為我想要送你聖誕禮物啊 都說了 聖誕節又還沒到 我希望你跟我的感覺一樣 有幸福的聖誕心情 這次聖誕禮物 也代表我的心 王明明 嫁給我吧 這不是衝動 我是經過了身世熟慮 我不想要再失去你 不想讓你沒安全感 不想讓你沒信心 不想讓你沒信心 交給我好嗎 我要冷靜一下 我要冷靜一下 我可以擁有這樣的幸福嗎 我只想讓她重新開始 但 結婚 會不會太快 可是易森是我一直以來的偶像 有多少女生羡慕這個戒指 我拒絕了是不是很傻 而且拒絕她 會不會傷了她的心啊 我們好不容易開始的機會 就因此破滅了 快點啊 睡了 你要冷靜 你年紀比卡大 你一定可以處理好的 要好處理 要好處理 這放不下來 上午好 您好 小姐請問一下 七四一二要退房 是在這邊還是到大堂 麻煩您從這邊去大堂 好 謝謝你啊 請這邊走 謝謝你 我進來了 你就那麼想要把它拔下來 既然拔不下來 就繼續戴著吧 那就表示 我們是命中助力在一起的 既然拔不下來 就戴上一輩子了 不是啦 我是想 這畢竟是一輩子的事情 你們是不是 也是啊 幾分鐘之內 就要你做一輩子的決定 活在做老公 好像有點太霸道了 但是我的心意 全部都在這戒指上 好 那我等你答案 不要讓我等太久 那就在 所以 part 2 殺青之前 如果你再不給我答案的話 我就帶上你票記者 到你家樓下 公眾跟你求婚 記住我危險沒 我看著你的撒嬌 看著你的微笑 只願為你神魂顛倒 不怕別人偷懷疑 不聽誰的炫耀 躲進我的懷抱 擋住一切風暴 全世界還有人偷懷疑 全世界還有誰 全世界還有誰 比我們還絕配 你 你懂我的淚 我應該去愛你 要成為被羨慕的一對 牽你的手 在人海中進退 什麼都想著面對 什麼都想著面對 都想著面對 不聽誰 我應該去愛你 在人海中進退 感谢观看